山寨探望十六 套丁風雲上 溫學廉是大埔政商界知名人士 當選大埔區議會副主席後十天 他女兒溫恆真 兒子溫妙心被淋搶水 溫學廉在大埔運頭街53號經營興農地產 兒子溫恆平 女兒溫恆真 兒子溫妙心打理 2004年1月16日晚上6時多 溫恆真和溫妙心放工後一齊離開 兩個人首先去大埔區大江里附近的報紙檔旁邊 拿為農曆新年準備的賀年糖果 走去三十米外面的鄉市會街 等候溫恆真的老公毛敬哥開車送他們回家 毛敬哥來到後 他們將糖果搬上車 溫妙心開啟車門打算上車一會 兩個男人突然出現 拿著裝強水的杯 向兩個人潑去 溫妙心首當其衝 傷眼和臉被淋中 嚴重灼傷 溫恆真和附近山果店公主陳金石 被強水潑中 幸好僅受輕傷 溫恆真打理給哥哥溫恆平 跟他說 阿廟被淋強水 溫恆平到場 對事件感到莫名奇妙 他說沒有和人結怨 痛斥兇徒手段兇賊 溫妙心眼部嚴重受傷 可能會失明 溫恆真前額 雙眼尖的位置 和右邊臉都有三角燙傷 手背和頸受傷 留下了明顯傷痕 要用直交治理 案件是個大埔名人 大埔重案組接手調查 右邊臉頰嚴重燒傷的溫妙心和探員說 由內地來香港之後 一隻興隆集團做會計民怨 案發之前和唐姐溫恆真一起走出公司 準備上游溫恆真丈夫駕駛私家車前座 有人突然衝前將液體臨向她的面和身體 她感到好痛 但看不到襲擊者的樣子 溫妙心說 和唐兄溫恆平從小玩到大 但感情好像親兄弟那樣 溫恆平在1996年來香港之後 由大伯溫學年安排在地產公司工作 由於經營理念不同 溫氏父子的關係一向都不太好 事件發生之後 溫學年和溫恆平父子都沒有特別 仍然合力打理興隆集團的生意 溫妙心說 很想知道原因是什麼 溫妙心被潑水之後 變容嚴重灼傷毀難 經過多次織避手術 依然無法此修復原貌 右眼一被強水傷害 只能見到光線 不能變變物體 差不多失明 幻想創傷後遺症 溫恆陣龍探員說 事發一陣 突然之一人衝向他 將強水撥落在臉上 然後逃走了 他感到臉和頸有灼傷的感覺 隨色呼叫 之後跑到附近的髮廊用水沖洗 溫恆陣在溫學年地產公司工作 案發之前一到兩個月 公司一日發展項目 和人交互甚至被統合 溫恆陣懷疑是因為父親選舉事宜 遭到捕擊 山果店東主陳金石跟探員說 事發時面上沾了液體感到好痛 聽到一個女人叫救命 一個男人就從大江里的方向逃走了 他見到溫柔心口面被戳到通紅 蹲在地上不停糾震 找人身上又沾了腐蝕性液體 陳金石即是落出水桶 和街上一起和他兩個人臨身 減輕他的痛苦 三個人事後被送到醫院治理 探員精深的調查 維案件是家庭糾紛 興隆地產由溫學廉創立 佔了大舖區七成收的丁權 和輕極丁的生意 溫學廉參與地區事務之後 對從政產生興趣 將生意交給一對子女和侄兒負責 兒子溫恆平做總經理 是主要的華視人 侄子溫了心負責實務 女兒管財務和文書事務 溫恆平在內地出生的 九十年代來香港 由父親溫學廉安排管理家族生意 興隆集團和興隆物業 兩間公司在九十年代創立 主要經營地產業務 溫恆平主理決策 唐弟溫秒心負責日常營運 十幾年前溫恆平和妻子張靖結婚 其後和鮑妹溫恆珍妻子張靖等人 開設同興集團、確豪發展 由收購丁屋、起屋、出售 一條龍鎮做丁屋賣賣 新界原居民丁權買賣是房大生意 1976年政府設立丁屋轉讓限制 到2016年經保地價之後 轉為公開出售 撤銷轉讓限制丁屋數量 一共13117棟 佔40456棟丁屋總數三成 政府收取保地價金額是153億 在這40年 丁屋產生財富超過1000億 靠除三成興建成本和保地價金額 發展丁屋總順利是700億 興建丁屋保地價之後出售 是本小利大生意 成為新界有勢力人士必爭的地盤 溫鑫平的經營手法比溫鑫平更積極進取 布施規模和財富很快就超出父親 溫鑫平身為老闆但沒有實斷 溫鑫平夫婦都不將他放在眼內 1995年溫鑫平以確豪發展名義 透過地產代理向丁收購丁權 每個丁權收購價是20萬 每收到丁權 地產代理有5萬元佣金 丁確認合作時先收10萬 丁屋拿到開工址之後再付5萬 丁屋落成獲得發出會議紙之後再付5萬元美數 大埔瓦麗山莊、瓦麗豪縣一帶 由溫鑫平用套丁手法發展而成 涉及81棟丁屋市值高達10億 1997年最初有4塊地套丁成功 和政府申請興建丁屋之後 工程在2000年展開 2008年前後陸續落成80棟丁屋 和政府補地價之後 轉作私人密約出售 絕大部份丁屋都是溫氏家族成員做授權人 他們甚至是丁的遺囑受益人 每棟丁屋建築成本大約100萬 套丁費用20萬 補地價和其他開支80萬 每棟丁屋成本200萬 以500萬出售 每棟賺300萬 4塊地的進漲超過2億 溫氏平用套丁手法成為丁屋大王 直到2016年最少興建5個大型丁屋屋苑 包括錦田六本木 大埔雅麗山莊 雅麗豪庭 洞子路一帶的丁屋屋苑等 總共涉及162棟丁屋 根據2015年樓市價格 每棟丁屋平均市價1300萬 溫氏平在2016年進漲接近20億 套丁是違法的行為 要賺這些錢一定由政商界和法律界後盾 2002年到2007年間 孫明陽造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曾考慮提供丁屋地積比 興建多層式丁屋 解決丁屋供不應求的問題 最終未有實行 2012年特首候選人唐英年 提出放款丁屋高度限制 興建6層甚至9層的丁屋 2012年曾經做過梁振英競選智囊 當時做長遠房屋策劃督道委員會 成員烏滿海又說 興建多層式丁屋 可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釋出更多土地興建住宅 當時做鄉議局主席的劉王瓜 和梁振英見面 認為政府應該研究興建多層式丁屋 2015年11月 當時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在立法會上 回覆公民黨梁家傑 有關多層丁屋提問那時說 《基本法》在丁屋議題上有相關規定 任何檢討會牽涉法律問題 如果沒有共識難免會出現訴訟 陳茂波又說 當眾牽涉利益非常龐大 估計要由終審法院審理 沒有五七年或十年問題都不容易解決到 2016年7月 報章《香港01》爆出溫時家族兔丁醜聞 7月28日陳茂波重申小型屋已落成之後 如果符合條件是可以轉讓的 未落成之前就不可以轉讓 建定屋要先獲得承規會批准 已卸任香港律師會會長的 葉天養律師本身是原居民 早年在英國生活 1971年成為香港高等法院執業律師 70年代中後期以特別演員身份 加入了鄉議局 後來成為鄉議局的發言人 葉天養擅長處理物業買賣 和發展項目和移民法 一直會助處理新界丁屋的交易 1989年至1992年年間 出入香港律師會會長 1994年曾經做過港市顧問 2004年開始做承規會小組副主席 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 葉天養律師和梁美芬等一批法律界人士 一同出席法律界反正中密集活動 葉天養和何君堯何君堯兄弟很熟 早年曾經邀請何君堯加入律師會 他被指為何君堯的師傅 2015年區議會選舉一陣 還和何君堯站在台 尹林平是葉天養的大客戶 品嶺、簡喉村、丹山河畔 一幅農地套丁協議 葉天養律師做了見證人 授權書、遺囑和其他相關文件 一陣都由葉天養合法人 葉鄭乾育師行負責 當中涉及服務費最少2萬元 2007年4月 承規會討論這幅農地發展一陣 葉天養出席審批 但沒有申報利益 藉間如護署署長表明不支持建屋 運輸署助理署長對申請亦有保留 只有規劃署不反對 最後結果少再批准了 溫林平主導的建屋申請 大律師譚俊傑說 葉天養作為見證律師 對整個項目療儀指掌 在承規會上審批興建 是非常嚴重的利益衝突 更加可能是專業失德 2000年之後 溫氏父子涉足區議會 政協這些公職 溫學廉身為多個社聯負責人 要用不少錢 贊助活動經費和捐款也很疏爽 溫林平發現 有人經常來用公司的錢 引起家人不滿意 雙口發生多次磨測 一家人一日地產收益分配爭拗 有人揚然要拿公司的主權 和家人攤牌講數 由於原來公司資產已經被轉移 還欠了很多債 如果拿回 就想辦法還債 事件不了了之 2003年聖誕節期間 溫樂廉在地產公司寫字台 拍檯大賣的侄溫妙心 掛在食碗面反碗底 當時就溫恨真做和事佬勸開了他們 地址食碗面反碗底的溫妙心 32歲 早年畢業在廣州企南大學 為人精明能幹 溫樂廉已輸入內地專材名義 申請去香港 安排在公司入面做會計 探員認為 林強水案件可能是家庭糾紛 經過深入調查 探員拘捕了林明明和陳英健 陳英健是和聖和三合會成員 有濫用吸藥水習慣 15歲開始就案底了 罪名包括藏攻擊性武器 商人、勒索、襲警等等 陳英健在錄影會面時同探員說 他在13歲時認識林明明 15歲加入社團 林明明是他大哥 事發期間他還在林明明的家租房居住 辦外遲一日 即是2004年1月15日 林明明跟他說 他老爸想找人整個兒子對手 兒子大陸下來的 騙了很多錢 他如果辦好這件事 收到他籌勞就在過肥年 陳英健考慮後 答應犯案 翌日中午 林明明和手下葉錦龍 帶了瓶裝的香水和水杯回來 林明明安排葉錦龍開車 帶陳英健去到興宏集團 但空室踩線 葉錦龍和陳英健說 要做目標的老婆 陳英健說 一個人很難同時傷害兩個人 向林明明要求幫忙 葉錦龍其實就加入 陳英健和葉錦龍等到旁晚 見到兩個男女離開地產公司 分頭施襲 陳英健看到葉錦龍 扯著男人後腦的頭髮 令到她的面朝天 然後將強水淋在臉上 她就離遠向目標女子潑強水 兩個行空時都被強水撿傷首部 事成之後 回到林明明的家 洗澡和清理傷口 陳英健到媽媽家 第二天收到林明明打電話來 說她臨錯人 所以沒錢收 鬼但還很生氣 要找她晦氣 葉錦龍已經著草 她看陳英健離開香港避風球 林明明綽號馬勾 是和姓黃黑幫大哥 陳英健和葉錦龍都是她的弟弟 林明明在1986年開始犯案 有多次案底 1996年曾經是中票等罪 判監18個月 2004年3月2號 林明明在警方錄影會面中說 2001到2002年 溫學廉和她擺平了仇家 事發之前8到10天 溫學廉約她去大埔庫華花園飲茶 查探明下地盤 有人收陀地 問她有沒有關係 林明明就說這件事 是和葉錦龍有關的 溫學廉之後再沒有問收陀地這件事 轉移就不斷罵大兒子溫恆平 申請她來香港還被騙錢 兒子和媳婦發職之後 見到她連招呼都不打 溫學廉和林明明說 如果有朋友等錢用 她願意出錢教訓兒子 最好打完她 之後溫學廉每隔幾天 就打電話給林明明 問她是否已經找到人教訓兒子 林明明上次開解溫學廉 但不成功 葉錦龍一收陀地 和溫恆平是有過節的 她將這件事告訴葉錦龍 問她會不會有興趣接這單生意 林明明提醒葉錦龍 殺手之後 如果父子和好 她自己就成為首人了 所以就不會直接參與 林明明叫葉錦龍直接找溫學廉 葉錦龍其實和林明明說 已經和溫學廉照合了 葉錦龍說目標有兩個人 是一個人做不完 林明明就找了陳英健 和葉錦龍一起下手 案發那一天 林明明見到兩個人拿著強水出去 但又不知道她們行兇 案發第二天 溫學廉找林明明喝茶 跟她說溫妙心好幫得手 疼她更多於疼自己的兒子 溫妙心被林強水受傷 她要林明明交出兇徒 令她感到莫名其妙 林明明其後被嫁到高等法院受審 孔聚說在2004年1月16日 在大埔大江里和鄉市會街交界 用強水、林河溫妙心和溫恨針 央及三個火店冬主陳金石 林明明又被控處謀意圖 向溫欠平和張靖臨強水